住万剂莫德纳疫苗从卢森堡出发 预计28号下午3点多底台 登机影片曝光 宣告判了好久的疫苗来了 但医护优先施打 一般老百姓还是打不到 比比最早到货的AZ疫苗有7成保护力 其中副作用血栓最让人担忧 即将到货的莫德纳同样接种两剂 就有高达94%的保护力 国产疫苗还在试验阶段 保护效力人是未知数 想要达到群体免疫 AZ恐虚达到8成 莫德纳因保护力糟糕 需要施打至七成人口 打两剂就需要3220万剂疫苗 玫瑞托斯多得好的话 你的疫苗覆盖率可能3% 40% 你就会看到疫苗明显下降 所以这个大概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向AZ药厂采购1000万剂 莫德纳505万剂加上COVID平台 以及国产的1000万剂 3000万剂疫苗 如今手头上现有的AZ72.66万剂 即将到货的莫德纳也只来了2% 指挥中心申签6月还有200万剂疫苗要来 8月底前有1000万剂 指挥官陈时中说 今年已经采购3000万剂 所以够了 立刻被骂翻 网友痛批果然是政治凌驾专业的最佳表现 有政府会碰轰 陈时中喊话疫苗够了 网友怒呛你才真的是够了 甚至批评政府对疫苗采购有政治考量 你没兴趣没差 我们台湾人有兴趣好吗 再看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年2月 声称台湾没有打疫苗的急迫性 有等待的本钱 导致疫苗施打率居全球末段般 根本来不及应付这波凶猛疫情 随着疫情急速升温 疫苗从先前打气低迷 到如今一剂难求 指挥中心当初自信满满 如今防疫失手 让人民相当不满 据成真帽林佩捷台北赛访报道 中文字幕——- 中文字幕——-